哈喽,大家好,我是杰克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也就是1000元以内 有什么手机是值得入手,值得一看的 因为有些观众就说 杰克,最近你做的手机好像有一点点的high end 我有一点消费不起 那么我们就来一集1000元以内 反正在那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 我们必须针对哪方面去筛选 第一点,处理器 在1000元以内,如果是处理器 可以选越高端就越好咯 之前就有Poco手机 它是骁龙870,属于旗舰处理器 可是要价是在1000元以内 可是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个价钱 有,也是很难找 如果是870找不到 你也可以入手在骁龙778,750 或者是天机800左右的处理器 for long terms来说 你运行应用程序,play games那些都会比较顺畅 除了是处理器要非常的高端以外 当然我们也要配合它的硬件 就说内存配置 有很多手机呢,他们是没有注明 通常没有注明就是有猫腻 有可能就是用住EMMC的配置 当你储存运行软件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的卡 for长期使用来说 我是非常的不建议入手EMMC but then,看价格啦 如果价格真的很便宜 还是值得入手的 毕竟没有对手了嘛 第三点就是它的UI和售后服务 因为我们买这些手机 我们最怕就是quality不好 and then用没有多久 等一下坏掉怎么办呢 so今天我筛选的这6台手机呢 售后服务都非常良好 在UI方面你也不用担心 就算是有bug很快也是修复的啦 因为最近网际网络越来越发达嘛 你只要随便feedback一下 拍上捶水站一下呢 然后就有客服 问候候吗的 哎不是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介绍的这第1款 也就是最近刚刚推出 非常火热的 Infinix Hot 20 搭载了MediaTek G85 G85这个处理器其实很老一下 很老的那种 and then这1台手机还针对gaming 为什么它有这样大的勇气呢 一半就是它的UI 哎因为它的UI里面呢 是自带gain turbo 针对游戏呢 有进一步的调整它的触屏敏感度 刷新率各方面 再加上它硬件配置 你看它是有IPS LCD 90Hz 顺便我要备注一下 就算是你有90Hz 120Hz的屏幕 但你的处理器是属于中低端接的 你有高刷也没有用 but then有好过没有啦 Compare with 60Hz的屏幕 的确是有感受到差别 由于处理器是属于老款呢 它是不支持WiFi 6 and then在续航能力 不必担心是5000mAh 充电方面有点慢了 18W 以我的经验来说 它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充满 但是在它的要价呢 真的是 是习北便宜啊 6加128 大马落地价 只才599块钱 再来第二款手机呢 也就是HOMINOT XS 这款手机出了将近两个年头 但是在它的性价比呢 是非常的高 首先是它的屏幕很香 配备了6.43处 AMOLED Screen 重心打孔全屏幕 在它的处理器呢 就更上一层楼 也不是一层啊 就是更高一接一点点而已 也就是Helio G915处理器 给你UFS2.2 储存运行软件 就会更加流畅 在它的Camera配置 64MP主色 还给你8MP超广角 拥有这样的硬件配置 但是在它的要价啊 8加128配置 大马落地价 只才699块钱 699是最低价格啦 因为它一开始开卖的时候 是899的价格了 手务799、699 这个价格都非常值得入手 刚刚这两台 都是128GB 你感觉 诶 我不够用 我要更高一点 我要256GB的货 没问题 接下来这一款 也就是 Poco M4 Pro 屏幕方面也是配备了 6.43寸 90赫兹的 Armorless Cream 给你最鲜艳的色彩 还原同时 还给你双扬声器啊 Camera方面 跟Note 10S一样 最高峰值 64MP 而且 还给你了 G96 又比Note 10S高了那么一挑 啊哈 时候就更好一点咯 续航的力方面 跟Note 10S一样 5千毫安跟33W的 闪充 可是价格方面 诶不会贵哦 它是有两个配置啊 它有6加128跟6加256哦 大马落地价值才899块钱 你说899有256GB 目前只有它 性价比是最高 接下来这第四款呢 我称它为YYDS 现在你买不到很正常 因为它出了差不多要两年多的时间 可是在性价比呢 还是G8首榜 在Lazada跟Shopee 我有尽量找一下一些连接啦 你可以去到我视频下方 点进去看一下 是否还有货 没有 在它硬件配置呢 是非常的顶配哦 首先处理器 它是给你 ST870 Wave UFS3.1跟LPDDR5 RAM 贴三角配置 在里面运行各种大型游戏 对它来说是一如反掌 同时还配备了 120Hz的高刷 AMOLED screen 还有360Hz的触屏采样 480还是360 总之就是比一般的手机来的高 虽然是续航方面输了一丢丢 因为功耗的关系 造就它的续航会落了一点 只配备了4500毫安 好在给你33W的闪充 在它无线网络配置 WiFi 6 蓝牙5.1这些呢 Compat with 刚刚那几台 算是最顶配的 CAMERA方面虽然酥酥酥 不过也有一个48MP的主色 目前我找到最便宜的价格啦 8加256应该是没有了啦 有的话价格应该也要1299 But then 已经超出了这个标题的预算 So 我就拿它6加128配置 大马落地价为999 假如刚刚说的那几台 你觉得UI有一点不放心啊 我觉得我要一些老品牌 我要Branding一点啊 三星可不可以啊 哦 三星配 三星One UI 各种Business Apps 连贯性是非常好用 起来是特殊仓 它来自于三星 M32 5G 这台手机在它的Market price 不会太高啊 散销价格699 平时卖价999 And then 它硬件配置呢 不算太高 拥有一颗联发格天机720 就差硬件配置 有点低啊 搭载了1MMC 5.1啊 1MMC这个就代赛了一点点啊 不过在它相机 你不要看它48MP啊 三星的演算呢 是特别的 丝滑加点漂亮 一样啊 一分是它低端 可是也有那种中高端的画质 这个是我之前用下来的一些体验 然后在它的屏幕 虽然说是6.5寸TFT LCD 可以用没有啊 哎 三星的 LCD 屏幕 跟普通的 LCD 两个等级的 Samsung 的 LCD 屏幕是特别的鲜艳 你不注意看 你以为是 AMOLED 你稍微侧面看一点啊 才知道原来它是 LCD 屏幕 然后分辨率为 720P 哼 720P 然后在它续航 5000毫安 不错 充电方面 10W 而已啊 不过落地价方面的确是 挺便宜啊 我先说 M Series 呢 它是 more for 性价比 跟其他品牌竞争 终端市场 So M Series 通常在 Samsung 旗舰店 你是看不到 but then Senghen SengQ 好像是有卖啦 哎 错了咧 刚刚我说的 M32 5G 这一款 其实它的价格 也是差不多啦 在800多块钱 哎 这个 M32 Compat with M23 好像更低配一点 哎 So 不好意思啊 刚刚那个价格 有点误差 啊 normal pricing啦 是在 1100块啦 反正通常你在 online 买900左右 就可以找到了 可是对比来说 我会觉得 它的硬件配置 会比 M23 来的低一点点啊 不是一点啊 好像很多点啊 而且价格方面 M23呢 是6加128 799的价格 M23 5G呢 它是搭载 骁龙750G 5G 芯片 同样配备了 DFD LCD 可是给你 120高刷 而且还有 Full HD Plus 的分辨率 在画质方面 不用说 看硬件 已经知道 会比 M32 来的好一点 在镜头方面 也给你了 50MV注射 至于在 Memory方面 750G 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UFS2.2 好 续航方面也不差 也有一个 5000毫安 25W的有线快充 可是在它要价呢 6加128GB 799咯 刚刚说的 这台手机呢 虽然说 它性价比不及 前面那几台 可是它的硬件配置 UI 相信 很多人对它 都非常有信心 如果你很怕 买Samsung 稳了咯 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 刚刚sharing的那几台手机呢 是1000元以内 当然 如果你的budget有更高 你就针对 刚刚我前面所说的 硬件配置 去筛选 你要游戏体验 你一定要有旗舰的处理器 假如你是针对相机 那么你就要针对处理器 跟感光元件去入手 可能说旗舰的处理器 对于密度比较高的演算法 它演算出来的那个颜色 色差 跟它filter 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再来感光元件 可能IMS766以上是最好的 再来有OIS就更棒了 光学防抖是很重要的 对于网上夜拍 它的感光效果 各方面都会影响非常多 对于这一类型的相机型手机呢 价格就会飞很高哦 目前我知道价格比较OK 不会太高的 就是小米12T咯 价格2000元以内 有OIS光学防抖 有旗舰处理器 天玑8100 Ultra 还是一颗10800万像素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视频 你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 假如你是针对相机的话 又要1000元以内 又要有OIS的话 通常都是Modern 1005的 啊哈 除了是 你买Second Hand maybe你可以拿到 最后一点就是 你的工作量非常高 你的容量要很大 你要256GB 你就要选 然后有FS2.1以上的是最好的 毕竟你储存东西 发送 接收 储存 运行 这些都是要速度的嘛 不然你怎样赚更多钱呢 所以刚刚所说的 那个Poco M4 Pro呢 就非常值得入手咯 因为价格不会太高 拿来工作用的话 相信应该是在你Budget以内 重点是处理器也不会太差嘛 所以这一台的性价比 还是很香的 OK So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先了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杰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